请坐 白阿姨 请坐 请坐 哇 真的是好开心 能够邀请到这个白阿姨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是啊 我也很快乐 我看见你们都长大了 我又看见我的旧朋友 都那么好啊 还是这么样的 喜欢我 那么我非常的安慰 很快乐 很快乐 不过真的是 从这个金马奖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这个白阿姨 在台上的这个演出 哇 真的非常的精彩 对 那没有想到今天 白光阿姨就坐在我们旁边 我真的 我从小到大 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 我能够访问到白光阿姨 因为我第一次看到白光阿姨 我有看过她 是十六年前 十六年前 为什么呢 你怎么会有看过白阿姨呢 那时候我记得十六年前 白光阿姨回 曾经回到台湾来 做了一连串的全省的巡回演出 那时候在我们永和的一个 中信歌厅登台 然后呢 我妈妈是很喜欢她 就拉着我一定要去我 我那个时候还是国中生 正青春起 然后不要去 然后看完了表演之后 我妈妈还特别拉着我 到后台要跟白光阿姨要签名 要到了没 人潮汹涌没有要到 但是十六年后的今天 我终于帮我妈妈 要到白光阿姨的签名 好开心哦 真的是很 真的是 真的是今天看到她也真的非常开心 有缘 请问一下白阿姨啊 就是从以前啊到现在啊 演了这么多的这个电影啊 然后啊唱片啊 你自己有没有觉得你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部戏或是哪一首歌曲啊 我喜欢的是最喜欢的一首戏是荡复兴 荡复兴 哦有看过是不是 信息上看过的举手一下 有没有 哦 你看 这么多人都看过 这个戏呢 戏里边呢 是唯一的我最希望的 就是我演的是正派 我是不是演的反派戏 是正派戏 那里边有很多歌 是我的最好的朋友 陈戈欣先生 他专门为我写的 所以那些歌都写得很好听 为了要卖钱 这就是制片老板啦 电影院老板啦 他们向前看嘛 所以呢就起了一个名字叫当复兴 哦 为了要卖钱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夏萍小姐啊 就是你觉得你个人的印象最深刻的这个白阿姨的这个电影 或是歌曲的话你个人最喜欢的是 呃 他的每一首歌曲 《红鹰救梦》呢 《怀念》呢 这个《如果没有你呢》呢 还有《兔子尿康》 《兔子尿康》 《兔子尿康》 很多歌曲都相当好听啊 但是说老实话 我们白光小姐以前有跟我解释过 早期她不是唱这一类的歌 她是女高音 原来是女高音 我的几位作曲家好朋友 还有音乐家好朋友 他们认为我的中音低音比较高音好听啊 所以就做的那个歌曲呢 就适合就利用我的那个最好的音音域来做 所以一直唱的是比较低一点的音的歌 所以后来大家就以为你是低音歌后 有的时候唱小调 小调吗 北方小调吗 大概是哪一类的小调呢 北方说话都是 小调 你不说小调 小调 小调 一定有儿 这是北方的习惯 您这样想 我们还是有点不太清楚 您要不要现场唱两句 这小调就我梦来给我们听听看好吧 随便哼两句 好吧好吧好吧 你有预备吗 没关系 您说这普通歌随便哼哼 就像就当咱们现在在我家的客厅 在我家客厅吗 我们随便唱 不好意思了 随便哼哼 不行了 黑点 词 是流英雄 却偏是昨夜 浑洋旧梦 果然是浑洋旧梦啊 这真的是多少位艺人 多少位歌星演唱这首歌 随便家里唱唱 这个歌很好唱 很容易唱 其实在我觉得 也很好听 我的感觉 学白姐的歌 要学到乱真不容易 她的腔调 这是一个难处 歌都很好唱 但是能唱到她的韵味不容易 那最难的是哪一点 不是她的腔调 而是她的神韵 对 就像我们白阿姨 在这个 在这金马奖上面讲的 她说自然就好 什么事呢 都不要做太过分 那就好了 就好了 对不对 是 那其实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呢 也有很多的朋友啊 他们都演唱过这个 白光阿姨的歌曲 很多位歌星哦 我们来为你 一起来看看好不好 很多位歌星演唱 您的歌曲的那个感觉 好不好 我们来欣赏这段VCR 好 这是相反的 靠面的一样 这个还有那么一点味道哦 唱得很好 让你感觉 我在想让你感觉 我能转你回来 那个叫你回来 我能转你回来 我能转你回来 我很想着你回来 我想着你回来 你回来 你回来 让我万怀 让我万怀 他把你的面情改变了一下 让我万怀 未来热泪满赛 这是一等级 金马奖这个兼当台 为这家女主角的女孩 日子怎么过 我的心也碎 我的心也不能做 如果她唱的很多日文 她们唱另外一种感觉啊 日子怎么过 我只在这场里的 我就只能去穿 不容易 我忍不一定要唱的 哪一声哪一声呢 陈志鹏 以前是在个小虎队里 她现在自己出来 对 蔓延是寸散 素人心胸 谁在节目当中说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歌 看上来 是游鸿鸣 这歌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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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喜欢 哇 还叫天啊 没有限制 太多 比较 挺松 不得 煙飞蝶舞 隔分细动 白雅之创伤 缩人心中 好 这是一人串的好几位的朋友 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曾经演唱歌 好值了 好值了 不过呢 像刚刚呢 开了这么多的这个人家演唱的歌曲 你要不要给他们一些建议 对呀 对呀 我很快乐 都唱得很好啊 我好高兴啊 今天来到这边啊 我们大家都没有仔仔细细的听到这个白阿姨演唱一首歌曲 有点很可惜啊 那我愿意唱一点给我的新小子女 应该叫小孙孙呢 我占便宜了 小子女 我应该唱点给她们听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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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而且我也没跟这位大哥 大哥 大哥 三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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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没问题 没问题的 可以啊 好 那我们演唱这首歌曲是 冬山一把青 好啊 咱们欢迎一下我们的白光阿姨 恭喜 谢谢 谢谢 冬山哪一把青 七山哪一把青 狼有心 来劫有心 狼啊咱们俩好成亲啊 哎哟哎哟 狼啊咱们俩好成亲啊 还有还有还有 找我仙花好 明朝我乐花飘 飘到了哪里不知道 狼啊咱们俩要趁早啊 哎哟哎哟 狼啊咱们俩要趁早啊 喜欢要趁早啊 bravo bravo uncle uncle 谢谢谢谢 再唱再唱再唱 不过意啊 以后有机会再唱 我都没有怀念吧怀念 怀念怀念 不是 白光阿姨您说您下次 下次有机会咱们再唱 下次有机会我们又要等十几年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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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会这次以后我要常常来了 因为我现在是非常快乐 因为我是重生 我这个我这个生命是捡回来的 谢谢 谢谢 其实白光阿姨最近的身体呢 其实不是那么的好这几年啊 那刚刚其实他在后台的时候也讲说 他其实一直都不是很喜欢一代妖姬这个名称 他说他不叫一代妖姬 你不喜欢一代妖姬这个名字 不是那是我的系的名字 可是后来大家也都这么唱歌 大家就说啊 其实他有另外一个名号 对不对 跟大家讲讲嘛 讲哪个名号 是讲啊念书时候的名号还是什么 他说一代妖姬那是系里面 其实大家应该叫我白妞 白妞 不是白妞是当初呢 刚到上海那电影界的人叫白妞 白妞 我有一个小名啊 是醉丸皮的 是啊 我在念书的时候啊 在北平啊 我们的学校门口我一出门 史球 史球 我姓史啊 他们给我起个外号 史球 这北方人史球就是史球 就是不啊 是史球 这只有收看我们节目的人才知道了 没说过 还是有一点 我们大家要请求你啊 要尝回来啊 我应该尝回来 是啊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亲爱的 旧朋友 旧朋友 对 还有我的小侄女 小侄女